好主播各位觀眾帶你來關心 今天民眾黨早上召開了特別針對能源轉型政策來召開這個研討會 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稍早也針對能源轉型和能源問題 向我們未來的準總統賴清德喊話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昨天上黃光琴的節目 我今天就用那個標題 請賴清德誠實面對台灣缺電的危機 這常常是這樣 不是我們說這樣 因為執政者要提出他的方案 在野者是監督而已 其實大家內心都知道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這題我倒是這樣 這個也是要很誠摯的呼籲 因為確定也不是說只有誰會確定 應該每個人都受影響 所以在這個新政府要上來 過去該檢討的趕快檢討 這是這樣 其實大家心裡都有數 這個危機要怎麼解決 現在就看民進黨要怎麼處理 當家人要先講他怎麼處理 怎麼是我們那種在野的 要去替他擔憂說要怎麼做 因為最近全台灣像這個停電跳電問題 不斷在區域來發生 那最近大家也特別關心這個缺電的問題 像台電總經理昨天就特別提到 如果明年的綠電沒有打標的話 未來可能八成我們都要靠國力來發電 那勢必到最後就會變成這個電費會大漲 而且全民還有可能要用費來發電 甚至也違背了所謂的國際減碳的趨勢 以上是記者在現場掌握最近的狀況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